这个操场和体验圆区合成一个让学生可以摸动的地方 这时候全区的位置 就让大家看到 这时候例如我们提供的教室 那个教室的教室是办公室还有厨房 这个厨房就靠近这个厨房的道路 这个厨房的进驻可以直接的运向道路 那另外还有文化教育馆 这个文化教育馆如果有需要可以做单独的进驻口 那就要单独进驻了 就不会影响到区域上的赡论 这是第二种 或者我们也做读书是做三参教授 还有专家教授 这个专家教授里面我们需要提供的 有理化教授 有医学教授 还有就是在入口的地方 让我们做一个量力 这个量力是一个 也是跟古龙的建筑 这样呼应的一个量力 那在利用高层做的这个 这个所谓地下 事实上不是地下层 确实上是有高差的 事实上就是一个利用的部分 我们做了幼稚圆 那幼稚圆上次在跟陈家长划刮的时候 大于有很多的想法 去把幼稚圆做的方式 然后在幼稚圆里面都形容建 我想会朝这个方式来做修正 这种这个入口区的正面 有一个大陆的干要 最后中间是一个入口区 右侧是厨房跟右侧的教室 左侧的一楼是福拉教育馆 二楼是专家教室 中教室的中间比较高的地方 就是一个施定教室 这个施定教室 就是需要有福拉教室的高的一个利面 这是教学区的设想的利面 包括它两个不同的一个利面 如同教室 比如说个教室的利面 这个利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配合整个 部落的方式的造型 进做了一个利面物的基础 我们在这里面去做了一个理验馆 这个理验馆高度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是这些 他们都有二种高度 如果我们上次讨论 才会把这个量级稍微地介绍 里面的体验馆可以利用 学生在下一个日子到 府内活动的空间 也会有做这个体验的展示 那另外可以 最上面有一个冤枉台 这可以 如果是位置好的话 这种我们也要来解决一下 位置好的话 我们是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在整个滑架农场底下的河流 可以往上看的高山 这是我们整个外观的一个投资图 就是在上面的部分 只有中断 很喜欢位置的一块 里面的材料 可以介绍 这种比较普遍 我们这个体制是一个 你知道我已经说什么 这个体力了 就会大概分成阻挽的部分 就是在左侧的部分 就是教室的部分 中间的部分是草堂的部分 右侧的部分是比较远区的部分 那正在这部分 能告诉他 在中间的高屎的部分 就是利用户外聚场 利用户口度 利用这个地理的资贷 来给他们处理 那这样可能学校看起来 就不会感觉到 难以有特别的动作 这是另外一项的部分 这是底下界区 这个 他的部分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对这个设计的 是消息的设计也非常重要的 就有提供一个无障碍的环境 我们提供有无障碍的路道 提供有电梯还有无障碍的厕所 希望在以后在这里散开的学生 能够非常 不管学生活动是不是很方便 都能够无障碍的到这个学校的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在领域里面可以看到右边 这是我们领域的右边 我们在前面这个周拉 在这个下方我们有一个学习校 这个学习校是教师的一部分 可以提供教师的办公室 可以提供这个旺路教学所需要的电脑 可以提供一个空间 让教师的图书能够放在这个地方 另外蓝色这个地方 蓝色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服务的阳碍 比如说学生上学读下语用语句 可以在这个地方 第一种可以在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你要达到的时候 这个你可以的勇气 你可以的地方 可以 谢谢